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没必要为了这些无灵之物争斗 这 不是我们的斗争 没错 快把刻盘给我们 不可能 为什么不可能 想要就来抢 莫废话 有银声 在此一击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还有呢 不 听有外相 嗯 是咒术造成的波动 是 圣女 小悠 我们走 阿良 我们快走 黎雅姑娘 你 只是路过 听见了冰歌声 发现是你们就过来了 想着顺道知会你们一些事情 犯不着 犯不着如此紧张 那 这一步说话 不必 我还有事 说完就离开 幻花大弟子程聪已经投靠了赤炼 伺机复仇 你们接下来的行程还要多加小心 多谢 冰灵 我想和你一起守护着人世间 小子 哟 这不是魔将吗 之前看你们玄冥教似是闹了内讧 不回去解决麻烦 怎么还千里迢迢地特来寻我们 白首 你若是想阻我们去路 尽可出手 那日你玄冥教清朝而出都未将我们拦下 今日也注定不会锁成 今天来的不是玄冥教的魔将 这是白首罢了 小子 你能将往昔之人带回人世 是所有的 都行吗 免 你问这做事 难不成你是想让玉池哥 把那九阴自亡者之所召唤回来 与你见上一面 是 我只能换出有魂之物 九阴 它只是个人偶 人偶亦有魂 免 这 若它有魂 王具之石 天魂 重归星河 自然可以召回现世 但它将会忘却许多 也许根本不记得你 无妨 它今生也未记得我 小子 你要好好活着 至少要活到换回九阴那天 那幻花剑派的大弟子程聪与行李已搭上了关系 你们 多加小心 喵 幻花剑派的掌门都被余姐姐解决了 那个傻憨憨的大弟子能做什么 你这呆子提醒我们也不给些有用的资讯 嗯 我倒是有件事想要问你 白首 你们玄冥教各位其主 那你 倒是为谁卖命的 白首 只想活下去 你们的前方遍地流火 新的灰药被流火遮蔽 你们的去向即使流火之 你等了半天 等的就是这几人 紫月不可说 反正人我是带来了 你看要他们如何帮你吧 我且去等着地面火焰熄灭了 嗯 这是要干嘛 这地面上的流火 我料想是火兽风烯造成的 那小魔师本是打算清除流火 好观测什么天象 但没想到来了发现是火兽风烯 他是不愿伤此生灵性命 只能找了我来 射机关将其捉走 但我这机关需得耗费些时间才行 得需你们帮忙 这个好办 风烯就是这只冒火的野猪吧 交给我们就好 那便辛苦诸位 医医在这儿呢 那我就不客气了 仍然你不客气要吃 团队 是不客气的 有能吗 他 vero 阪 人对 多谢你们 我那边去 那家伙好像是在等你们 这降魔师 拦在这儿 真不像与我们萍水相逢 话里话外所言 真还就像是 专门在此等着我们 妹啊 不过如此 陆昭一 你知道自己要去什么地方吗 小不点 你和这个人 我不认识他 喂 你是谁 为什么知道我的名字 赵佑说你会往这里来 吩咐我在这儿等你 还有你的同伴 免 有话就说 我们赶时间 今晚的星 预示了你们的明天 十轮的忌体与随行者相互背叛 重生与降下忧城相关 随行者将坠落 你应该离开 否则赵佑将走向死亡 什么乱七八糟的 喂呀 你先别走 话说清楚啊 喂 你先别走 我先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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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别走 你都在一旧 直接走 我先别走 你别走 你先别走 前面就要到了 玉池哥 玉姐姐 忘掉那个什么小魔师乱七八糟的话啦 一路你们都慢慢的 没想这些 我只是在想怎么拿回刻盘 阿良 我若拿回了所有的刻盘碎片 我就回石轮宫 好啊 那届时我在石轮宫外等你 你愿意和我一起回去 不和你一起回去 那我去哪儿 玉池 你就是忧虑太多 想那么远做什么 记得在北川那会儿 我们才拿到第一块刻盘的时候 你就想着要回石轮宫了 结果一路都走了大半年了 不是还没回去 所以想那么远做什么呢 说不准一会儿就见到尊者他们了 到时候什么都不用想了 嗯 但愿如此吧 好久不见 你 所以你确实就是 闯入我石轮宫境地的人 是 刻盘给我 我们也在找你呢 李悠 既然这样 那就看你的本事了 那就来吧 李悠 看我们谁能从谁手里 拿走新鬼刻盘碎片 用银声 试试这个 用银声 用银声 拿走新鬼刻盘 用银声 推 出 那我就不客气了 天眼外向 天眼外向 抱歉,今天我一定要拿到星鬼刻盤 天眼未像 那我就不客人 那我就不客人 还有呢 事不宜迟 事不宜迟 黎幽,我十轮功之仇,今日 哼,你们十轮功私藏我族圣物,多光明磊落啊 于西,你不过就是一枚棋子,你难道不知道吗 当日之仇,我于西必当 等等 把课盘给我,黎幽 你休想 幽,幽先生 我养大的圣女可轮不到你们动手 留在这儿还爱手爱脚 命人回去看着她,拿走她那的刻盘 于西,今天的事情还得多谢你 我可从不想和我养大的圣女动手 这回不用动手也拿到刻盘了 至于你带着的这刻盘 你休想拿走刻盘 那,看来只能杀了你才能 主上,请停手 主上,请停手 怎么,魔将 末将 末将 只是想 遇迟能找出过去的人 末将 想再见到 真的是 人生自古有情之 现在 遇迟 雨溪 拿着刻盘 雨溪 拿着刻盘 跑 Tack 阿灵 你們以為這樣就能…… 尊者,我們對付此人 哼,就憑你們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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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哼! 玉璽,快,快,回掉科班! 這是你的宿命! 只要你能徹底回掉新鬼科班! 玉璽,不要! 玉璽,不要! 阿良,殷殷,再見了 玉璽,停下來! 我要殺了你! 玉璽! 玉璽姐姐! 師父,我為你,報仇了 玉,玉璽! 玉璽! 阿良 玉璽,把科班交給我! 玉璽哥,我……那個祥魔師似乎說過…… 呈生,幽城…… 館生,幽城…… 跟我走 科班給我,玉璽 幽城裡,或許有復活於西的辦法 那,你想做什麼 抱歉 小不点 走 冰宇 我想和你一起守护着人世间 阿良 怎么醒了 于昔 若当初 你的曲子怎还只有半截 不曾想那一日之后 愿这世间 再无两岸之时 这宿命 各他和他 你选择 阿良 该走了 愿来日 风护雨 涌而归 于昔 就把这宿命运动了 我就把这宿命运动了 其实我们在想 幽城里是不是真的有复活余姐姐的办法 会有的 幽城在幽界其实也是古怪的地方 实际上 除去父神之外 没人能从幽界进去 为什么 不知道 就像 我们那儿有传言 在冥界打开幽城的人 会是那儿的主人 能让允许的人进去 原来你们那儿也有传说啊 当然有的 还有传言 幽城其实并非当年双十所见 而是幽界诞生之处 也有说 幽城其实是久远的神的坟呢 这样吗 那主人一说怎么来的 我们之前曾听明皇也说过这事儿 不知道究竟是为什么 但或许与星药之力有关系吧 毕竟降下幽城虚形降药之仪与星鬼刻盘 又是星药的力量 阿良 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 阿良 师尊说了十轮已鬼 阿良 阿良 你这曲子是儿时听见的 阿良 你其实是想要降下幽城的吧 阿良 你儿时恍惚间听见的月声 其实是在幽城中吧 雨汐 别走 雨池哥 你 你还好吗 你又梦见雨姐姐了 小不点儿 你怎么来了 啊 是黎幽 黎幽想 雨池 我想和你聊聊 我 单独 有什么话就说吧 不用避开小不点儿 雨汐的事情 算了 说着没意义 你既然能照往昔的过客 为何不能召回雨汐 不用试探我 我既答应了与你合作 降下幽城 自不会食言 雨池 我只想知道为什么 你们不是都觉得 幽城降下来 带来幽淫 也将带来毁灭 灭 是 哼 这提起来 怕为时过早了 你大可放心 在那一刻到来之前 我们都不会是敌人 若如此 你大可直接拿走 我带着的刻盘碎片 我既已经受伤 就因为你受伤了 我们不做成人之危的事情 哎呦 反正现在我们谁也动不得谁 抢刻盘还是算了 两败俱伤 便宜了幽黄 雨池 其实我想告诉你 传说千年后的此时 谁降下幽城 谁就是 幽城的主人 那小摩师说过 在幽城之中 有复活的办法 西年 幽城其实已被降下 只待等十之十之两界即可沟通 但可惜 终究没有等到那刻的到来 那这回 咱们依旧不是在日始之时降下幽城的呀 所以幽城降 并不代表世间毁灭 还需要半日时 但为何 我在十轮宫中 从未听闻过此事 哼 这谁知道 但想来 总归是危言耸听 说不得那些七世道明之辈 私下都存了何种见不得光的心思 休得胡言 糟了 他们追来了 遇迟 遇迟 你既以知晓星鬼磕盘 幽城再将 事关天下苍生 缘何要如此行事 信 事献所谓言明而等之结局 却也引有你之选择 十轮宫已被防患未然之策 尊者 我 我只想让于西 于西他定不愿你来此 降下幽城 于是 你欠迷途之凡 将客盘交于我 不愧是十轮宫的人 道貌岸然 要的却依旧是客盘 就像你们之前将客盘藏匿在十轮椅轨中 口口声声为天下 不过是为利用星鬼客盘中的星药之力 平衡十轮宇轨 斋女在时 你可没索要星鬼客盘 还让那于西回去客盘 如今 你这孤身而来 还想欲持索要 幽阴祸重 好个十轮尊者 竟也偷袭 黎幽 去江幽城 我们来拦住他们 自己小心 不动尊者 没想到竟有一天 我们竟会兵戈相向 不动尊者 走 御蚩 罢仇吧 抱歉 尊者 我 我要复活于西 你 来吧 比翼在这儿呢 事不宜迟 我可救你 屯剑香鱼 来吧 比翼在这儿呢 事不宜迟 天遥外向 还有呢 屯剑香鱼 我可救你 用银声 事不宜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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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银声 何人又扰人轻盟 竟要在此喧哗 兵 兵离 箭矢 箭矢 许久在未听的词 箭矢未醒 无奈是 罗侯 许久未见 罗威 人是为何要遭受这样的劫难 我 我还能做得更多 这熟悉的力量 此刻便是罗侯 靠他的半幅平体也奈何不了我 只需要读下刻板收进其中的力量 这世间就再无家所能困束于我 这 幽城在 在燃烧我 米兰娜吧 这就是你所说的规则嘛 可这规则究竟是从何而来 又为何偏偏偏只是将我困束在这幽城之外 难道是千年前的那个约定 可盘就在眼前 你还在这看什么 你不会又是被什么规则束缚了吧 好容易逃出了牢笼 还得寻回自己的力量 终于找回了力量 结果 结果又被束缚住了吗 看来真是天意如此 你与我 都是与天地间的规则争斗之人 只是 我逃出了我的束缚 可你 闭嘴 你 看来未成计魂转世之人 何故只守十龙弓之斗 也是 怕也正是因你不知熄灭的缘 才有胆心战利于此 妖魔 即使仅是平体 也不是尔等牢笼可走 这 本只是想降下幽城 找到复活于西的办法 但现在罗侯竟降临了 虽只是平体 那还是不能让他离开 看来明明是想阻拦 你是找死 父 父神 还请停手 若无此人 幽城不得降下 您 圣灵 为何你要在此时降下幽城 此时并非良间 若在日时之际在家 这里 先交给我吧 神血宫 你就是神血宫这一代的斋女 意想不到 此代斋女 竟是弥乱笑里藏刀之人 真是可笑之心 我只守天道 天道 天道 星年蛙黄所为 难道也是天道 无此番只为来此境 却无知时区 任爱 莫必无心自动手 你 父神 你自离开 此处交于我 幽默着你 兵离 你 你是 终于再见到你了 纵只是在此的一缕记忆 纵只是在此的一缕记忆 他还是再见了你呀 你 金 究竟是何事 父神 此处有我 交给我就好 您快离开 既然如此 无需好歇是否 来破开忧城之障 离开此处 我们来拖住斋女 啊 什 什么 好 到手 斋女不会放过你的 最大 Chris 赶紧 对 走 然后大回忆 我们此处 儿子 我们来天脑 我看看 她的 可快 穿着 那天脑 雀公弟子的重術威力 哼 但我的幽冥魔界 可削弱他們的優勢 切記 不要離開魔獄的範圍 我可救你 還有呢 來吧 鼻翼在這兒呢 死不懸肘 還有呢 啊 魂箭相遇 嗯 事不宜遲 來吧 鼻翼在這兒呢 鼻翼在這兒呢 我可救你 魂箭相遇 啊 魂箭相遇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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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番我也只是为 令我父神得时驱 便可令那平体重得自由 鬼祠七世 宅女 事已至此 你与这妖女同流合污 无早言十轮功所选之计体不妥 来历不明不提 弥兰娜八计已视线 就该防患未然 哼 你倒谁是妖女 何人比得上你神雀功来的 居心叵测暗藏鬼胎 我这行事虽不敢论凶无素物 却也不曾心口不一 笑里藏刀过桥抽板 不但利用玉池 为你们找回客盘 还想利用那红衣丫头的 妖枝血脉来 倒确实利口巧词 此只为苍生天下 你这等人自然不得惜之 就说你们这种人最讨厌了 不知变通 我们此番只为进幽城 况且你们这会儿也看见了 但是幽城将 世间也不是瞬息就毁于一旦 你又是 地界妖孽 妖言祸咒 而等萧小之辈 来日再见 跑得倒是快 来日再见 才不会放过你 物妖轻敌 快撤 等等 玉池 什么事等先进幽城内再说 玉池 你进不去的 你什么意思 我进楼兰幻城 启动九天魂洞以后 幽城降下了 但却已成了大片断裂的废墟 根本没法进入 没法进入 怎么可能 你骗我 你肯定是在骗我 一定有办法能进去 一定能找到办法 玉池哥 你别这样 而且 而且你快看那边了 那只那个那边 大块的 可幽城看起来好笑哦 会不会是刚才降下来的时候 撞到楼兰幻城 撞断了 掉下来了一块 走 去看看 去看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李宗盛